2019年的 馬豆X5 我們不要糟蹋失誤 我們糟蹋臂的手 講看看 最喜歡你們沒有防備的地方 歡迎來到我們巨匠汽車 然後今天是我們原班人馬 原班人馬 然後我們身後這一台高科技產物是 2019年的 馬豆X5 對 要幫我打馬豆X5 然後我們今天當然就是實測一些 小知識 以及網友的疑問 其實應該說大部分是我們自己的疑問 因為我們比較少收到電車 搶那三台馬豆X3 這樣子還沒賣掉 然後Andy你的新車我們有聽到了 我們今天歡迎小師妹 她今天也是相當的懂事 你不要站我這邊 我不要 我在這邊 你們是主角 不要不要 我今天只是在體驗的 幹什麼東西 幹什麼東西 好 可愛在膨脹 我們先充電 走 好 我們講一下這台車呢 當時 ModelX呢都有附 終身免費超充 這是選配的嗎 還是都一定會有 那時候呢算是 贈送小禮包 你只要登錄好車子 就可以隨差即用了 我們小宇來示範一下 我們小宇 然後兩支我要用哪一支 我們小宇左手邊那個呢就是 傳統規格 然後呢這一支呢就是新型的 是CS2的充電規格 插入 好的 它只要亮成綠燈 就表示它已經開始充電了 如果沒有的話 表示充電失敗 有了 有了 這時候呢你只有手機去 手機如果App有登錄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 欸 有了 給他看給他看 這邊充電中 好 那我們 這一台 因為它的開門方式比較特別 所以其實會有一些網友 會有一些一些疑慮 包括我自己就是 下雨的時候 它開車門的時候 如果說剛好遇到下雨天 會不會撥進去車內 因為它是整個打開來 非常感謝老天爺今天很配合的 下了一點毛毛細雨 下雨了趕快趕快回來 今天老天爺只有 雨是沒有搭配風向的話 我們還是可以蠻有效的 遮擋到大部分的雨 其實我覺得 可能稍稍不方便的地方是 因為它車門是電動的 所以你先這樣打開了之後 就不能手動這樣拉回來 對 你沒有辦法很快速的 去把門關上 因為你還是要等它這樣子 其實是蠻快的 對啦 那如果是我 它開的時候 瞬間我就可以搭配我這個 雨傘的開度 這樣算那樣開花的 相對一般傳統車門是 來得方便多了 就是撐雨傘這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的 沒錯 那我們剛剛也充完電了 我們只有花了 35分鐘 好快 然後我們剛才在充電之前的電量 不是電量 我們的續航里程是 128公里 然後充到系統 有通知我們說要去簽車了 因為你只要沒有去簽 超時費用它是 依照你的充電費率去算的 但是基準就是每一分鐘15塊 它雖然免費超充 可是不要去霸佔人家的停車位 然後像Model X的話 基本是五人座 然後它提供出來的選配座位 有六人座以及七人座 這一台它是選六人座的版本 然後六人座是最貴的 好像也是最受歡迎的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個人覺得它的空間使用上 比較不會這麼的 受限嗎 嗯 沒有錯 那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做看看吧 上去 幹嘛啦 白癡喔 不要讓觀眾誤會 不要讓觀眾誤會 這台六人座它的座位配置是 就是222 然後七人座的話它是 2 3 2 因為後面的話 坦白講它的空間沒有到這麼大 然後它的第二排座椅這邊 它是以電動的去做驅動 只是它沒有分開來 電動座椅都是一整塊的 所以有買的話要稍微適應一下怎麼調整 後座腳 腿部空間 受到局限的話呢 這邊有個貼切按鈕 就是一直往前推 推到底就對了 好 這樣子 那如果說大家有看到它 西部空間其實是非常的足夠齁 我們離 前面的那個安全氣囊 大概還有八個選手左右的 OK 所以 天然不舒服 我剛剛以為 我這椅子可以像 Odyssey 可以這樣往裡面 因為我現在這樣做 視覺上 我就覺得我沒有跟 前面對齊 對 加上 我覺得我跟這個門很近 如果想要往左尻一點不行 為什麼不能往右利用一下這個空間這樣 然後剛剛我在做的時候 像我要拉安全帶 它的安全帶來扣有沒有 它是扣在 這個坐墊的最右側外圍這邊 被某衣物頂著 我覺得覺得不太舒服 那如果是七人座的話 你覺得會比較好嗎 我覺得不會 更窄 三下車是一個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你看我們現在這樣做 就已經覺得 蠻剛好的 除非說你的椅子給它往 這樣子跳 往後躺一點點 這樣子的舒適度 其實相對會好很多啦 如果說你今天 你現在在推嗎 我沒有推 我沒有讓它那個 因為我怕壞掉 我想說如果抗衡的話 哪一邊會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對 後面的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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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好的 它這台車的話 全部都是由電動門 然後前座的它其實 電動的關門力道蠻大的 然後網路上有人用玉米去做過 防甲的食測 我們不要糟蹋食物 我們糟蹋食物 所以我們等一下 大家全部猜拳 輸的就是 夾看看 剪刀 石頭 布 來 剪刀 石頭 布 幹 它的自動關呢 先看一下第一次 它的關的力道 強的 來 小臂 小臂 手撐出來 幹什麼東西啦 我在做心理準備 請問你感受怎麼樣 不會痛 第二個 那就是蚊子咬一下那種感覺而已 屁啦蚊子咬 散一下喔散一下喔 來喔來喔 誰說的 為什麼程度不一樣 他知道你這樣玩他啊 蠻痛的感覺 好啦 重點我們測完就是 它不會夾斷你的手 但是 其實是蠻痛的 先不管輸贏了 幹就是 都要有 翻腳了 都夾過了 關門 關門 不是喔 不是喔 我們要去上路開一下 只是因為電動車它的驅動 實在非常的快速 然後加上它又是四輪傳動的 所以呢 其實它抓地力是很準的 不只開得快也殺得住 我的蛋蛋麻麻的 你們要切那個嗎 動力模式嗎 沒有它這個不能切啊 Performance 才可以切 是喔 基本上是沒有啦 加速 標準 然後轉向 再升煞車低 3 2 1 加速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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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好可靠 怎麼跟剛差那麼多 因為我剛剛有請阿尊把那個 速度降下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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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哦 我太害怕了 很兇耶 你喜歡沒有防備的時候 哈哈哈哈 那經過剛才一段的速度與激情 我們現在要回歸於正常的行駛 因為它電車的驅動比較特別一點點 如果說你沒有特別去做調整 你兼打低檔 然後放掉你的煞車 車輛是不會滑行的 那你只要從踏板跟方向盤這邊 然後它有一個慢行 你把它打開其實就可以了 我有開慢行 它是可以這樣子慢慢溜 因為我們向路邊停車還是會需要 因為我之前看那個誰 小雲 他剛牽車的時候 他騎停車就是點一下油門之後 他要馬上去踩煞車 馬達驅動很快 那會很容易失控 對 因為他腳又不夠長 對啊 我剛才是看他 那個停車是直接站著 然後這樣看 不要消費一下的東西 然後他的Auto Holder就是 你煞車一樣 身材就油了 跟賓士很像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區別 就是賓士 因為早期賓士有 各斯拉的股份 所以他的這個 一些系統都是用賓士 但後來就沒有了 那這款車當年價格是多少 它這台車當時候的成交價是 356萬 然後它有加函就是 因為六人座最貴是22萬 然後還有選那個 舒適性套件 對 舒適性套件 舒適性套件其實在那個年份呢 是強制選配 其實它那時候供訂價呢 是287萬 印象中啦 但是呢 你實際購買 你還是要強制選配 舒適性套件 所以現在可以不用選嗎 現在呢 我不確定 那舒適性套件裡面有什麼 來這個問題 我們就請小石妹來幫我們回答 自己提問的自己去解決 我覺得前輩一定可以回答得更好 我們交給網友 不要再問網友了 其實一個很基本的東西 電動收折後視鏡 然後盲點偵測 然後還有 導航 對 導航 最令人生氣的是電台 電台幹麼不標配啊 兄弟你就直接賣300多萬就好了 幹嘛要200多然後再強制我去選這個東西 你直接賣300多我覺得感受度比較好一點 特色大家一定會比較關心的就是 它的電池的規格 然後在19年的時候 他們這台是搭載是三元鋰電池 那特性的話就是 它的價格很貴 壽命其實沒有說到很持久 蛤 那為什麼還要用 現在這個就不用講了好不好 沒有我們沒有什麼優點就不用講了 我們是一個誠實的業務 我們就是先小人後菌子 然後它的優點就是 它其實在使用期的 續航能力其實蠻強的 哦 就是除電能力比較強 對 除電能力比較強 那這台車保固時間到多久 好 問得非常好 這台呢 它的電池呢 跟它的驅動單元呢 都是保固到2027年 而且是不限里程 你說不限里程保固 那這台車現在開多少公里 現在跑了五萬三 所以其實算是蠻正常使用的 四年車 說你一年一萬出 那這台除了有免費超充之外 它還有搭載FSD 在特製那邊最高階的智慧駕駛等級 其實跟EAP基本上 在台灣目前開放的功能是一樣的 大家比較常知道的就是召喚 然後以及 切方向燈嘛 自動變換車道 在高速公路的時候 然後以及自動下閘道的功能 那個是要搭配你的導航 就是舒適性套件裡面的導航功能 如果你 你導的目的地 在這個路段要下閘道 車子會幫你引導下閘道 但是它下閘道 它就會解除了 因為在台灣呢 市區的全自動駕駛是沒有開放的 那網友應該也蠻好奇 這台車的那個 免徵使用牌照稅 到多久 它這台是到2025年的12月31號 因為他們其實都有一直在延長啦 官商勾結 不是啦 誰要讓電動車普及亂講 一開始有在吵說要徵收牌照稅的時候 就是有講 是以馬力批數下去 因為有人做出那個表格啦 可是我覺得這樣其實蠻不合理的 因為電動車馬力都偏大吧 對啊 所以你要用這個去算 我個人覺得蠻不合理的啦 那小椅你們覺得這台車 符合SUV的設計嗎 我覺得駕駛室也是有 那個懸吊高度其實可以做調整 因為我們剛才在開的時候 懸吊高度比較高 它其實晃動還蠻明顯的 再生煞車如果你有開的話 其實它那個鬆掉油門那個煞車 頓挫感很重 所以就蠻容易暈車的 它是開起來我覺得 駕駛者的體驗是好的 再生煞車可以調低啊 就是你看我現在這樣所有 它其實就比較緩和一點 換電動車第一個要先調整 是你油門的回饋感受 因為跟油車真的差很多 非常非常多 所以這樣就是 對 對這個就是 就是你要去控制的 這樣再多來幾次 我就會吐了 嘿嘿 行駛的感受我覺得 是蠻值得你去購買一台的啦 畢竟是將來的一個趨勢 然後你提早先習慣 如果家中有車要賣 趕緊加我們官方LINE 高價收購你的愛車喔 那我們 不要墊高啦 你就那麼矮 那麼 我現在有點不爽 哈哈哈哈哈哈 好氣 蹲低一點 那這台Model X當時候 19年的新車成交價 含選配跟六人座這個 它的價格是在356萬 那目前19年的行情 大概在270上下 二手車 因為它這台車在2020年12月之後 就停產了 想看看觀眾們 如果說喜歡我們的粉絲 就是你可以提供一些建議 覺得這四年車您開多少 我們開多少您可以接受 那我們不會接受你的建議 喔沒有開玩笑的 覺得大家可以互相討論一下這樣子 喔我有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真的有新的車主了 超充部分要怎麼移轉咧 好 問得非常好 超充移轉這個要科普一下 都是綁定車子跟 當初申辦的信箱 所以呢 我們只要跟我們購買這一台Model X 我們會將原始的信箱 帳號跟密碼交付給您 那如果有信成為這台Model X的車主呢 關於免費超充還有幾個 要注意的點 就是第一個呢 我們不能刪除信箱 第二個呢 也不能註銷車輛 就是不能移除車輛 不然呢 我們的免費超充都會不見喔 好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如果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 可以加我們的官方LINE 有時間就會第一時間回覆 還有記得追蹤一下 我們的IG和FB粉絲專頁喔 喜歡看抖音的觀眾呢 也可以上我們的抖音 看我們平常都在幹什麼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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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